伺候公公一日三餐 我就是为了那点生活费吗 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大清早 花开得非常的美 煮煮鸡蛋 猜猜今天做什么 下牛筋 我公公说呢 今天想吃这个 就是说的关东煮 今天来做 萝卜是里边的灵魂 把这个边给弄一下 要不然的时候 在里边煮的时候容易碰碎 就这样 这东西越放越多 这都不够大了 所以说又换了一个锅 每次做这个熬炖都是这样 锅都煮 天然没找到 所以直接就放进去了 这个是牛筋 已经用高压锅煮过了 姜 给那个 我经常去给他送饭的笼 那个是姜 这儿呢 都用这种黄剑吃 放了 我儿子去学习 顺便把东西拿回去 你不要把我的给挖烂 你往后吹一下 好的 这个可以煮个面 这个也是可以煮面的 放进个宽面条 因为我公公做的 他呢 不喜欢吃那个面 吃这个的 他们都是吃米饭 我都给你 可以可以 来 走了 吃饭 吃饭 看这个猪的面 你看这个猪的面 5岁 我带富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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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你要吃一个 富加拿 追倒 先吃一个牛筋 蘸一下 加上鱼肉肠 再吃一个鱼肉肠 哦呦 比较吃着 一股马路口豆腐味道跟他都不懂 现在吃完饭了 我就想给大家说一下 上次我跟我老公出去吃饭 不是没有给我公公做饭吗 也给他说了 让他自己整点吃 然后有一个网友就给我留言 他说你收了你公公钱了 就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给他做完饭 让他吃上 然后你才能出去 我以前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这么做的 但是我真的是很累了 所以说这次呢 没有给他做饭 我就给我老公出去吃饭了 但是我感觉如果你这么算的话 我感觉我这满满做赔了 是吧 我公公一个月才给我三万日元 这三万日元 我告诉你在日本是一个什么钱 买菜都不够 水电费一个家庭还有可能不够 是吧 这个一个家庭里边 人都得互相理解吧 那我偶尔不做一次饭 那是吧 那就成了户外人了 我感觉这样 日子直接过不下去了 这样说的话 这话不是我公公说的 是网友说的 也许算是键盘侠也算的什么的 这倒无所谓 我只是想跟你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也不是说怪你 就是说 也许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但是我也是尽量能以我做的 我做了 你想想你请个保姆 三万块钱你可请不着 没有给你干的 并且这三万块钱 你一个礼拜 人家都不会给你干 是吧 何况我这是24小时了 洗厕所 洗衣服什么的都是我 是吧 现在哈 我上班 我上班 我老公管洗衣服了 拖地 我和我老公一块拖 是吧 那你这么算的不 为什么给他做这个饭 是因为他是我老公的爸 并不是因为他给我 这个三万块钱的生活费 如果是 你拿着三万块钱的生活费 得给我衡量的话 那我宁愿呢 不给他做 因为三万块钱太少了 我不想好好歇着 是吧 那我好好歇着 是吧 我出去上一个夜班 就三万块钱 那我还不如出去上个夜班呢 是吧 这一切的三万块钱就来了 我公共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公共就是那种 以前的那种大男子主义 就是 就打一个简单的地方 就是他脚底下有一个垃圾 他就会迈过去 他也不会给你捡起来 你知道吗 这我不是说怪他懒 是因为 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 他就养成习惯了 他眼里看不见这些东西 所以说 你说跟一个老人住在一块 你说 怎么说呢 那你说难不难吧 而且我公共 人家到你吃晚饭的时候 说出去有约会不吃饭了 人家说 就直接就走了 那我已经把饭做好了 已经有他的份了 那我说什么了 我也没说什么 是吧 我感觉家庭之间 家庭成员之间 就是应该互相理解的 不应该所有的都拿钱来衡量 你说如果我公共是个植物人 我不把饭给他放嘴里 他就吃不上饭了 那样的话我还感觉你这样的质责 我感觉挺合理的 毕竟我不在 他吃不上饭 但是我公共现在是 也能动也能干啥 都挺好的 人家还出去约会呢 所以说 自己买个饭怎么了 是不是 而且他也有他想吃什么的时候 想吃什么时候 那你就自己去买点呗 我不可能每次都能就是说面面俱到 因为我现在上班真的不像以前那么有时间了 但是我感觉偶尔的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看完了我也心里不舒服 说实话 虽然是没有发火没有干什么 但是如果是我公共说这样的话的话 那我就直接不给他弄了 直接不给他做饭了 我也不收你的钱 你在这住的你愿住你住 水电费你可以不交 是吗 那我也不给你做了 那我也省个事 因为这个说一句话 就可能伤人很多 伤人很厉害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咱是互相理解 能干的你就干点 不能干的也无所谓 但是嘴上千万不要 说的很难听 因为每个人都不容易 做饭一天三顿饭 得多难呀 而且我还打着工抽空做 是吧 所以说没有应该不应该的事情 互相理解 我会来的 我听我们的你都要不要 现在可以灰牙 我们去玩